丰平原区的乐天宫是民国41年建立 至今已经有70年 庙方也展开了建宫70周年的系列活动 将持续到四月底 而台中市长卢秀健这一天 也亲自到场开罗 感谢庙方常年对地方的贡献 也祈求观圣地军能够继续避佑市民平安 消灾解饿 在祭典司以引领下 台中市长卢秀健立委江启臣等人 向台中市丰原区乐天宫的关圣地军上香 从民国41年建立至今70周年 庙方扩大庆祝 台中市长卢秀健也特地前来开罗 第十五 全台中 台中 这个姿势 做人 求人的精神 都跟我们的信德 跟我们的民众帮忙 另外我们对传统的文化 包括书法 包括各种的活动 都认真提供 若是信用的中心 若是文化的中心 教育的中心 还更重要的 做很多好事 每年在这里有奔白米 来救助这些贫苦的 需要帮助的 庙方表示 乐天公主寺观圣地君 民国41年建庙 是丰原地区重要的宗教信仰中心 每年定期举办书法比赛和东令救济 为社会公义尽一份心力 建庙70周年 也将举办系列文化公益活动 为地方支付 八百几栋低收入的民众 八百几栋的传状 都来我们这些 都可以有发这个 两千户 还有一个八百米 来赞助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台湾区的信仰 时间毕竟过年 市长卢秀燕也提醒 疫情升温 春节到庙拜拜 防疫工作要做好 一起和观圣地君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 藉由李金阳台中采访报导